我是觉得现在有点像是什么网络赋能的感觉 你如果把就是现在刷到很多直播间嘛 就比如说直播炒粉 那个什么油葱 葱油饼什么那种 直播间一万个人在线呢 我的天哪 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他吸引了点一个 就是确实他人家生意摊比较好 然后人家就觉得就是 因为毕竟有时现在 可能某逼某站还会比较 可能就是年纪轻的人多一点 但是某斗某阴的话 某斗某阴的话 某斗某阴的话 其实还是普通老百姓比较多 比如说我刷的界面 跟我妈妈被刷的界面完全不一样 那我相信我妈妈刷的界面 基本上是这种画面 就类似炒粉啊 炒粉啊煎蛋啊 葱油饼啊 我不是说骑士 只是说年代的不同 然后或者是说 教育程度的不同 大家喜欢看的东西都不一样 一般大家还是普通的 柴米油盐比较多了 所以如果说你是 跟线上结合的话 我倒是还蛮看好 我个人啊 个人个人 鱼剑鱼剑短剑短剑 我觉得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有搞直播的话 那个那个什么 我觉得你如果线上的话 倒是可以 但是我老公是说的 年纪大的时候 他想去炒整 所以我是不感谢 我对这块 我对做家务这一块 虽然没有排斥 但是也没有到喜欢的程度 而且我是读英语的 就包括我之前 给你们讲一个笑话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应该大三的时候 还没毕业 我有个家里 还蛮不错的亲戚 然后他那边认识的 就很多教育程度 都还挺高的 也是大学生 也是本科 而且学校 学校我不知道 不错不错 我不清楚 就是说 反正是本科生 然后他就是说 那个本科生 想要包下什么 两三个门店 卖杀鸡 我知道那种赚钱 我也知道那种赚钱 但是关键是 我能做什么呀 我对数字不敏感 然后生意的脑袋 也不能说没有 主要是 我觉得我 我这个人可能 有点死脑筋嘛 我觉得我花了 这么长的时间 去在这个方面进修 我不想就把这个给废掉 对 如果是我 我跟我老公以后 如果我确实 就比如说 我偶尔帮一下他 可以 就是 就是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真的要去开店的话 我 开店 我小店可以 但是饭店我不行 饭店太累了 最近没看见你上次 我等的好苦 昨天 昨天我小开了一会儿 学弟一下就上来了 他说他刚看完书 把书合上 然后就 就 就刚好看到我上播了 谢谢你们这些老粉的支持 我如果说是 跟开发商干 那也可以啊 那很好 你如果跟开发商干的话 就是 那是有固定项目的 而且一直有人 有人就是消费你这边的 就不怕没有顾客 我 我如果跟我老公去创业 去开饭店 或者是我最终答应 我假设 我以后答应了 我觉得大概率99%吧 我昨天很晚 好像11点半还是什么时候 我当时 因为刷我 刷我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把自己刷饿了 我点了个 点了个烧烤 坐在这边吃 我 昨天点了个中了 拉死我了 我是个湖南人 拉得我 第二天今天中午 拉肚子了 都没有时间 都没休息 没事 你下次 偶尔 偶尔凭缘分刷到 更加有惊喜感 反正如果我跟我 我如果真的答应我老公 去创业了的话 我肯定会是 就是更多的是 在他那个小镇上 然后他家又在镇口 所以非常的方便 搞不好他家亲戚 我听说好像他谁谁谁 在那个镇上就有 你想买海带 买呀买呀 昨天有个粉丝 应该是新粉第一次 而且是昨天第一次 关注我的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我给你挂 我给你挂 不好意思 没挂链接 然后 然后就 然后他就帮我买了 买了一个啥 鱼仔 那个 那个叫啥 墨鱼仔 结果 我先下去看 他看到他退了 他退了 原来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 因为他答应的很爽快 自己我都没说啥 然后他就自己去买了 而且告诉我说 他买了啥 我想的应该是 他想到要过年了 没有发货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 你建议发货的话 你可以年后再买 没关系 我也 我也 我也没急成那样子 而且毕竟 这也不是我的主业 是吧 只是想顺便赚点零花钱 我给你上 我给你上 思绪 好吃是吗 还有那个摩浴爽 我也觉得很好吃 我前两天突然翻到了 因为我那个 我那个啥 我那个办公桌旁边 一条零食 我一堆 一堆零食 一堆零食在那边 我给你上 我给你上 大家如果对零食感兴趣的 然后 就是平时有问题 可以来免费连麦 你们帮我买买零食就好了 我做外贸是第八年 然后我努 我现在正在努力 努力就是看一下 能不能自己以后成为一个 类似培训方面的老师 不是不是老师 就是线上播一下这样子 那我现在也有待人 第八年外贸 然后我的优势是在于 那个客户的年性和转化这一块 然后我 包括我这两天会发出来 我2021 2022年的总结 什么 春风机 那个2022年的年度总结 我去年 2021年做的那三个目标 我基本上都实现了 我个人来说 基本上都是实现了 然后2022年呢 2023年呢 我个人的目标是 主要是成功 我马上 马上上 个人的 主要成功方向是 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要 就是场转化 电话 电话跟 电话跟展会面对面 还有直播 包括我今年比较开心的一个点 就是 我不是有分享过 说有一场直播 我 就是国际上的直播 我 我 一场 拉了30多个寻盘 就是相当于30多个新客户 然后呢 同时 我又在 后面 在后面接下来的一场 因为那一场 虽然有30个 但是 我 现在目前所有的新寻盘 都是转给 我的新人嘛 所以我自己没跟 他们 转化率不好 后来我就 想着说 能不能直接成交 所以我第二场 再去播的时候 我就直接 当场去 成交 真的成交了一个客户 今天 今天到账了 今天 大货都下下来了 上次 上次转化 直播间转化的是 样品单 然后 今天 大货的款下来了 所以我明天的目标 更多的是以这种形式 就是 因为我新人的 现在目前的 那个思绪 我上了 你看一下 有没有 应该有吧 我看一下 我把你弹出来 因为我新人 现在他们 今年 我看了一下 有业 那倒没有 有那么夸张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 因为28定律嘛 不可能你 尤其国际站上 大家都清楚 现在流量本身 就不太行 然后每一个平台 或者说我们手头上的客户 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28 定律 20%的大客户 80%的小客户 而且我个人 之前视频 有分享过 就是尽量还是 鼓励大家 不要全部 就是 就比如说 你去一家公司 你是跟单 或者是 你是业务员 他给一个 大客户给你 尤其只有 这一个大客户 讲实话 这种情况下 我不是特别鼓励 因为如果 但凡遇到 比如说 像这两年的特殊情况 你就可能 那个客户 我刚看到了 我去翻了一下 没看到 现在给你说 但凡如果有啥问题的话 你那个 你这个老客户 死掉的话 你就很惨了 就相当于你 业绩一下 从天上到地下 你怎么受得了 反正我 我个人的 尤其是我个人的感觉 现在上了 资讯 你看一下 应该有了 如果 如果说是 实际上我 21年的时候 我的业绩是 2022年的两倍 我的秘诀是什么 没啥秘诀 就是老客户 老客户反单 还有老客户再度开发 老客户再度开发 然后就实现了双倍 然后包括今年 因为今年我完全 我的重心就是带人 然后我也带出来了 确实还蛮感谢的 可能也 我觉得自己多少 也有一点点悟性 就也带出来了 他们也上到了 业绩今年也有 虽然我在他们身上 抽的不多 或者说 他们今年的业绩不是很高 但是 已经慢慢在进入正轨 而且有开始拿单 转化率 最主要的 我看到的希望是 转化率上来了 所以我们的运营 也能够因此留下来 因为运营的话 完全是靠他们 靠他们新人 靠他们新人去支撑 如果他们的转化率 不上来的话 你就算是好运 有一个碰到一个小 大一点点的客户 但你也不可能老吃 这一个客户吧 所以我还是蛮开心的 这时候 虽然看到账面上的钱 今年他们拿的不多 我是挺愧疚的了 我是希望他们多发财 他们发财了 我才能发财 但是有个 有个 我个人啊 我是不求其 只求说他们有 慢慢有 我带着他们有 慢慢上正轨 男硬戒身 做歪帽好吗 老实讲啊 就是 做歪帽跟英语一样 可能本身就学英语的 女生比较多 所以说 造成了 做歪帽这行业 那个 男生比较少 但是不代表 不能做 完全可以做的 而且刚才连麦的 第一个 那个男生也是 那个知识才是培根 那个 那个同行朋友 他也是男生啊 而且很多男生做的好 还有包括 我的老粉小学弟 他刚也来了 刚开没多久 半个多小时吧 没有 二十来分钟 那个小学弟 也是我的老粉 他也是做外貌的 而且是从内貌 转成外貌的 其实我觉得 跟英语差不多 就其实 你说女生有优势吗 有 但是男生也有 他独有的优势 就像学英语 你会发现 大部分学的好的 是女生 但是做的真正 top的级别 往往又是几个男生 所以我不会太那个的 先去国内 不要这么残忍吧 尤其是女生 对女生来说 会不会太残忍了 一号开始实习 这期间做什么准备 比较好 那我想一想 我今天 因为现在别人玩 我脑子转到有点骂 但是 我前两天的时候 我有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有一个新的 新的 想法 那我想一下 期间 首先第一个 我先跟你说 我现在确定了 就是你可以 你口语还行吗 那个落叶铃养 口语 赶紧去把 去把它练起来 抓紧了练起来 口语 因为现在 卷来卷去呢 现在变成很多 都要直播了 包括昨天 有一个老板 我不知道现在 今天有没有在线 这边没人 应该是没人 没在 就是叫一个 周儿的周老板 他就是说得很明确 招人 工资也还行 4.5K 然后呢 包住的 虽然不包住 但是4.5K 你就像是安踏的城市 他说七八百就好了 扣除的话 那也有三千 三千多嘛 三千五以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支持 思绪 谢谢你们 思绪跟那个小学弟 你们两个上次 VVVIP了 以后有问题随时连 我的免费大门 在我卖课之前 不是 永远为你们敞开 卖课的 那就看你们自己 要不要买了 一般 那你练一下 我明年个人的目标 也是这样子 昨天我 昨天我也 我也跟 我跟那个 小学弟当时在的时候 就差不多 昨天晚上就剩下 他和另外一个 那个还帮我消费了一代 那个 那个人 他就是说 我就是说 明年我的目标 刚才有讲过 说 电话 因为我团队 就是平台寻盘 这种转化率 已经上来了 然后但是 后面的这个 直播跟电话 虽然直播 我也硬推半推 把他们推上去了 现在也有常规的直播 也克服了 就是他们第一关 其实尤其是 其中有一个人 他是 他的讲英语呢 也不是不标准 但是就是 他的大学 就像他大学老师说的 他讲英语 有点像是东南亚 或者是Japanese 的那种 English的感觉 你知道吧 所以会 有很多人可能会听不懂 带口音太重了 这个原因 我也知道了 就是他当时 因为我们都是小地方来的 然后那边的老师的口音 本身也很重 所以把人带歪了 在音标这块就没教好 我之所以能矫正过来 是因为大学 我重新把自己回路 重造了一下 我从拼音开始 我从音标开始就学 然后我通过音标 然后又返学了我的音 我的拼音 因为我拼音很差的 小时候没人教还是什么 可能是太顽皮了 没学好 我通过认识音标 然后反向去学拼音 然后现在拼音也会 比之前进步了好多 反正小学弟思绪 你们两个是VVIP 而且你们应该线下 都有我的联系方式 是吧 有的话就不会断 希望两年后 你还能在平台上看到我 所以我 我是想的说 他们新人竟然在 这一块的转化率不错了 是吧 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我也想让他们赚到钱 所以我就是 我就想了说 我在电话上 因为我现在比赶 虽然口语也不是特别好 但我敢讲 我敢讲 而且通过这么多年来说的 的验证的话 我的客户还是都能听得懂了 懂听得懂我的 虽然我讲的语法可能 或者说口语断断续续的 不是那么顺畅 但是都能听懂 就包括刚才我就打了个电话 跟客户确认一下一个 一个单的细节 那我也是直接敲电话过去的 也视频会议我也做了很多 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一个 叫什么 叫什么仪啊 叫什么 哎呀 我一下忘记了 就一个平台 在那边的话 你可以注册 他那个账号可以获得六次 一个电话号码可以获得六次的 视频会议机会 每次视频会议以后 他就会把那个客户的联系方式 发给你 我就一个人 把我公司的号码全耗光了 我手上我自己有两个手机号码 我一个自己的一个工作号 然后我同事几个 我每个都给那个业务员 我说这个号码帮我登记一下 然后六个号码 六个我就 我每次都还挺能聊的 这种时候我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还挺能聊的 转化能力也还不错 有成交的 所以我想到说 我现在为他们能做的就是 电话 就比如说他遇到这种紧直情况 我帮我的新人打电话 当然我也会能推他们上去 尽量推他们上去 但如果确实他们解释不清楚 或是因为暂时还没那么专业 和那么自信 自如的表达自己 我就我就那个我就给帮他们打 然后还有包括直播 我以转化为主 他们我当然也会催他们 但是他们的话更多的是 先把询盘要回来 他先把这个链量上去 我呢 不要求 不要求数量 我要求质量 就强转化 然后还有包括明年 我会带他们出去展会 展会这块 因为我现在把备孕的计划 推后就是因为要带他们出去 所以我 就如果说我完全不去的话 他们肯定会很慌 我们老大又不会讲英语 到时候问了什么专业词 他们完全不懂 然后如果说听力不行的话 就更加 我觉得我听 我现在这两年验证下来 我的口语还是能过关的 不是特别local 但是都能听得懂 基本交流是没问题 那到时候我就明天上 然后顺带这三个目标 反推自己 倒逼自己 把口语练上去 那你们老的 对是 真的很厉害 我都说我们老大也大气 他也 他跟我 我跟他是一样的人 就是你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什么人 而且很多价值观的话 价值观的话 是从他那边我得来的 比如说 他不会短期短目光 你知道吗 短前的目光 就比如说 我这一单可以 完全不要利润 甚至贴一点钱没关系 但是下一单我赚钱就好了 他不会说 还有就是包括有一些 无良的老板 他会因为一些一个单 就是比如说损失了一点点 那我们老大都是算足点给我的 不会扣我的 扣他自己的 然后包括刚才我解决的那个困难点 因为现在不是跟物流赛跑吗 你那个陈吉思 思衡他走了 是吧 包括那个 包括 包括刚才就是 我刚打电话的那个客户 他就是因为 我们明天发才能发货 而且要明天下午 我常合作的那个快递代理呢 他明天上午1点钟就要及时修建了 那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官方 我没有官方快递账号 但是很贵 像我们这些上次寄了一点点东西 花了2000多 我的天哪 亏死了 我很心痛啊 你知道吧 我以前北非法语翻译 可以啊 法语 我目前好像很少碰到法语讲得非常好的 英语第一堂课 练字 这是啥意思啊 小学弟 我英语不好 几岁啊 谁几岁啊 你说我们老大是吧 老大好像他跟我爸差不多 我记得好像是 74年吧 74年的 反正就是 反正我昨天 你们从我的视频中 其实也多少有了解我们老大 我跟他 我都一直说 在跟他 按他这个进度 除非是小 他的 他的女儿 因为听说他女儿要接受他的 但是 但是我 我就是一直很担心 到时候价值官会跟他 俯不俯 你知道吧 但是这是 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现在暂时不考虑那个问题 只是还是会有一点点 略略担心 两个人要合拍的话 确实是很难 要经过一段的时间的磨合期 然后而且 愿意两个人一起成长 老板还是在看福建 那也不一定 也是有很坑的老板 就比如说 我经常 昨天晚上 我在直播间举过几次例子了 一个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工厂 那个老板 就是他赚的再多 你下面都赚不到钱 没用的 还有一个是属于 他跟他老婆 包括知识 才是陪跟那天早上 你连买我的时候 我有说过嘛 就那家公司 营收是可以 而且他那个老板 跟那个 他们类似经历的这种岗位 也是跟我和我老板 一样的发展模式 就两个人一起 从无到有 然后直接 而且能创收 过亿 人家能力强的 这个我不得不佩服 他们就是夫妻当 那两个人不合 所以把整个公司 现在搞得机灵狗碎的 对 就是那样子 我们老大 首先一上来 我一来公司 又投国际站 然后又 又给我卖海关数据 又去走 走展会 就生怕我们找不到客户 你知道吧 就很猛头 包括每次投资 我现在都是 因为他会 因为我现在 有一点点老板意思 是想让我推到 推到 管整个外贸部门嘛 然后 虽然是个小公司了 其实也就是个小组长 现在算是 我也没没稀罕 当什么 当什么领导 讲实话 只要 通过这种方式 有点像是 威什么什么什么商 能够给我抽点 就行了 无所谓 明显对我来说不重要 钱比较重要 给我实在的钱 你叫我小弟都可以 没关系 那也 那也不是 还是在学习的 不过还行 这个跟选人阶段 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你要选对 跟你价值观相符的人 他能待得下来 然后你们两个 才能共同成长 不会出现太多摩擦 硬件生 面试都需要准备什么 这个你问对 我问对时候了 你如果早一点来 我还解答不了你 首先 什么 如果你是去大一点的公司 或是但凡那个大公司的话 可能会 肯定让你做一个什么 类似英文介绍子 自我介绍类的 这种肯定要准备一下的 然后 还有 有一个点 非常重要的点 我的视频还没有出来 因为最近 最近灵感比较多 录了很多视频 没来得及几点 就是 那个什么 哥大尔还在吗 不要到时候 我不要对着空气 说了一对话 还在吗 哥大尔还在的话 你回复我一下 我在 我在讲吧 我们老大还是挺实在的 讲实话 虽然 虽然没有 没有什么奖金 但是 像 我 这个 当然说多了 感觉像我在炫富 买了个苹果手机 然后 之前前面是 有给我买了金子 金手链 金手链 黄金手链 老大是真的 我倒是真的很开心 你这个 还有没有电 我也没电了 没电了 那你怎么办 你那个手机可以吗 你不行 你们稍等一下 我下去一下 给我老公开个门 稍微稍微等一下下 我马 没电了 那你怎么办 你那个手机可以吗 你不行 你们稍等一下 我下去一下 给我老公开个门 稍微稍微等一下下 我马 我去哪儿 我该下道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来下道 我回去 我今天 那边 我推荐 我来 我来 辞 我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靠着车窗 我心到你跑 我们去哪 我心到你跑 我们去哪 我把大家都卡出 我刚才有十个人 一下被你们全卡出去了 我快要哭了 现在有声音了吧 现在肯定有了 我吓了 重新来了 我的天哪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搞不懂 hello hello 为什么很多外购公司不查简历 那你去的都是小公司 大公司肯定会要的 不可能不要的 我那个 我们公司也是基本上是这样子 稍微看一下 不会太那个的 不会说太太看认真的 你可以问一下思绪跟那个小学弟啊 他们公司肯定是会查简历的 不可能不查的 三个人了 我把成绩单交了 都交了 什么意思 什么成绩单 不好意思 记点 什么意思 这样子 那个首先 那我给你讲一下 讲多了 你肯定记不住 我只给你讲两个要点 谢谢大家回来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下去 我也不懂 这个东西 为什么每次下去一下 就上来就没声音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英语 英文自我介绍 这个肯定是 大部分外购公司 必备的一个 一个啥呀 一个环节 这是第一个 哥大尔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是什么呢 我还是有点货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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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多坐一会儿吧 在我直播间 多坐一会儿 四集还没过 能做外购吗 我反正个人觉得 是我个人短见 是觉得 只要过了高考 你只要把高考的 把高中的英文 学好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是 都是看个人能力 在学 哥大尔 第一个 英文 英文自我介绍 这是必须的一个观 基本上是所有外购公司 然后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 但是另外一个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向你们的公司 坦露出你愿意在公司 久待的一个意向 就是忠诚度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如果说你去稍微 不那么大的公司 那么大的公司 他不需要你的忠诚度 可能 他可能就 就怎么讲 人家有成本 有资本 一查又一查 大部分的中小型公司 很看重这一点 忠诚度 就思绪那个 那天我跟你说 我老板给我买手机 这个问题 你当时说 我是不是给我老板 赚了很多钱 我这个问题 我后面思考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我的忠诚度好 就包括 我是实打实的心理想的是说 如果我们老板能再干十年 我还是愿意跟他的 还是愿意跟他做的 因为太合拍了 你知道吗 而且他也一个 三胎的爸爸 很愿意出去闯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 开了两个新品 也是 我们明年任务很重啊 就是我们还会招人 我还会多带两个人 两到三个人 就看到时候 具体金什么计 economy怎么样 如果还行的话 不行就招一到两个就好了 我再多带一两个 行的话可能会招更多 四到五个 然后优胜劣汰嘛 我们现在是打算三个月 如果说是不合格的话 就直接淘汰 就我们现在 我们这种招人渠道 也不缺人 讲实话 而且出来的人都还挺 对口 优质 还算挺优质的 都是从我母上 直接通过他的辅导员 直接对接 对接进来的 忠诚度 那个哥达尔还在吗 我看一下 哦还在是吧 第一个 英文自我介绍 你去准备一下 第二个 如果不是非常大的公司 像那种 有专门的人力资源部 HR去一查一查 去塞人这种 比较建议你在所有的回答中 多透露出你的忠诚 就是你愿意在公司 多待 多待几年的这种打算 因为公司 对于中小型公司 比如说像我这种的话 这种网络时代 是把自己去辨别 有实在的 也有不实在的 是吧 大家抉择一下 对 就是 所以说 比如说我 我现在如果要走的话 我们老大肯定很紧张 讲实话 而且我对于个人的能力 以前我会 真的很不自信的说 我觉得就是平台的力量 就是我们老板 给我的平台够好 给我很多 去获客的资源和渠道 但是现在 我是有个人能力的 因为我有数据说话 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我的转化力 和我的客户粘性 确实做得很好 然后包括我现在的转化率 确实 我也跟你说了 我能现场 现场转化这种 也不是说一般人 能做得到的 所以我可以 就是我已经确信 自己有离开平台的 独立的一个能力了 可迁移性能力了 大概是这样子 像小公司的话 哥大尔 那个你有听到我的吗 我不是自夸 这不是说我的自夸厂 我就是中肯的评价自己 我也老实跟大家说 我没有帮我们老大赚很多钱 但是因为我在 所以他们公司 一直能挺下来 我跟我老大 其实我们老大的意思 也是说 人多了就不好说了 反正跟我就有一点点 是合伙的意思了 虽然我拿的分红 不是合伙的分红 就是 第二个就是 你中小企业 哥大尔 哥大尔还在的话 听一下 就是一个自我介绍 自己去其他 其他博主那边 类似博主的去发一发 怎么去做自我介绍 包括职场类的博主 都可以 就大同小异了 大同小异了 就是思维 我记得有一个 叫什么博主 反正那个人 他自己 好像那个博主的名字里面 有叫丑的 他认为自己是很丑的 但是人家能力可不丑 所以像这种 我要继续干下去吗 我要啊 我要啊 因为我其实现在 我傻呀 我 我好不容易过度到 过度到管理 我这管理能力还没搞好 是吧 而且我都说了 我明年的目标是 打电话跟平台 跟那个什么 跟直播和会展的 会展的那个啥 强转化 我得有平台呀 当然人也不能够不感恩了 就是说我也不能说 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说 就是有一点能力了 我就马上出去 就还是有那个 十年内 就不好说 人生变化太多了 因为尤其是 生娃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人生中 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这时候 为什么很多计划 我想要在生娃之前 先把它确定下来 我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离职了 对 是 是 如果说他能够坚强的活下去 以他这种发展思维 我觉得十年也能不到 大概是这样的 他一个中年男人 天天想着去外面学习 去跑深圳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外貌深圳是干得最好的嘛 去深圳学习 然后投资也很敢 我往往是怕他投太多 你知道吧 我们用不到 包括之前他买的海关数据 五千块钱其实不多 但是 讲实话 我们用到五百块钱 已经是了不起了 我跟你讲 基本上没人用 因为我们当时 中间有一段时间 甚至只剩下我一个业务员 在帮他顶着 当然我当时也是有大客户 所以其实还是能活下来的 还能活得挺好的 我呀 割大 反正就割大 我就这两点 我就这两点 我觉得你的 你的问题比较着急 我就这两点 一个是英文自我介绍 你可以 你不 不一定要放那种全英文的博主 你也可以去放那种职场博主 然后他给你的思维框架 然后你利用自己的英语专业知识 把它转化过来就好了 就简便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忠诚度 尤其是中小型公司 你一定要透露出这个信息 这是point to the point 这个就是抓住重点 你如果说是 就比如说有很多 有很多应届毕业生来我们公司面试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有说过 说我跟我合租的这个 当时为什么我不接纳他到我们这一组呢 并不是因为他的英文不好 因为他是日语专业的 而是因为 hello你好你好 轩轩轩你好 传统大公司是没有电商平台 不用去的 那他们有老客户也行啊 如果有客户资源也行啊 其实我们的平台开起来主要是为了 主事务主要是为了货客嘛 我们啥类目 我是传统比较传统的行业 那个成衣跟面料 所以你忠诚度非常重要 我合租的这个小姐 当时他其实来的时候 他没有确定是 是做2C还是2B 是零售主还是批发主 声音稍微少一点点 声音稍微少一点 不然他们听不到我的话 我当时不要他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不对口 而是 而是因为他 跟我透露出了 就是他 就是来我们公司 就是完全 不能说完全实习吧 反正就是不会久留 或者是甚至在这个行业 就是来来学习东西的 然后到时候把我们作为跳板 然后到另外一家日语公司 就日起这种 所以我肯定不乐意啊 因为这个对我个人来说 虽然我不是公司 代表本公司 但是我个人的投资比来说 像我之所以答应做管理 我是因为发现自己精力确实不够 然后我要往上走的话 这是我一个可以尝试的路 对 他就当刚才就是这种表情 他的表情就是 类似这种无声的 Hello 轩轩 你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 刚才有一个问题 我有点点 有一点点没有那个 没有看到 他投资钱 我知道有 但是 我们是 我们其实 我们公司的员工 都是怕老板投太多钱 因为你投太多钱了的话 他会 他会什么 让我们很有压力 就是我们运用不到 运用不到 我们公司的资源已经够多了 别人公司都是属于没有资源 我们是属于 我们是属于资源过剩 然后到时候老板年底什么财务一拉 是吧 不得找我们算个账 所以我们还是得考虑这一点 现在我们也慢慢正轨起来了 几十年 十几年 服装你是内貌吗 还是外貌 服装内的 那你可以叫你女朋友学一学 我是不行 我是不行 我阴阴阴还是不行 我只能 我只能叫一下什么 类似歌什么之类的 差不多我要休息了 我也下了 大家 大家 这两天我应该都还比较有空 大家可以网上都过来看一看 我 这两天晚都是因为有点偷懒 不想上来 好好好 反正那个疙瘩 你的问题比较急 我 这两点我讲多了 你 因为我个人确实是没有 我是一毕业就来了这家公司 所以我老实的跟你讲 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多大公司 或者是公司的正式面试 但是 我能知道的是 老板重视的点是啥 就第一个是常识嘛 就是英语自我介绍肯定是有的 第二个 如果你 除非你是去那的超级大公司 超级大公司就是竞争大 而且你如果能力不行的话 人家一下搞不好一个月就把你刷出来了 我之前都以为是三个月 没想到有一个月不到 就直接把你刷出来的 那不用 那不用 因为你是应届毕业生的话 他对你是有觉悟的 不会祈求你要这个的 你更多的是把你大学的一些实习经验拿出来讲 你觉得对你这个行业 或是对你这个职业会比较有 有怎么讲呢 有帮助的 对你接下来的工作有帮助的这些经验 你可以拿出来讲一讲 外貌知识就算了 然后第二个 记住记住再记住中小型公司 一定要 一定不要 我不说你要表示说 老板我跟你十年像我一样 但起码你不要表现出说 我是来你们公司学东西的 就比如说我是来你们公司学东西 然后我自己去创业的 我以后要自己创业的 我有某某 某某亲戚有一家工厂 我到时候把你这边的电商知识学好了 以后我就跑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 我是其他专业的 我想做其他的 但是呢 我在那之前 我想要利用你们公司体验一下 哪一个会比较好 学点东西 然后作为跳把 跳到另外一家公司的 起码不要表现 马上就走的这种 异象就行 其他的 如果你不是有特别极端的一些点的话 问题不太大 当然如果人家有比你更好的选择 那选人家那是人家的选择 是吧 双向选择 好 那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 呃 对外贸感兴趣的 可以关注我 然后也 欢迎 欢迎关注我的 随时来连麦提问 来打 来这边提问 然后我线下有一个粉丝群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主页看一下 申请加 加群 我看 对 对 是 是 我知道 因为就像成衣跟机械差不多嘛 就是我觉得跟机械吧 就是属于细节很多 但是也也赚钱了 也赚钱了 睡了 睡了 也睡不着 那那那你 你这个问题不是不是学姐能解决的 这少找你找你家女朋友 好好好行行行行 好 拜拜 我老公有点没有耐心了 好拜拜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都忘记了 拜拜 拜拜 晚然先做 你如果下 对于觉得我有点货的话 你自己关注一下 下次直播 你就能够收到提醒 拜拜 客气客气 哥大尔 以后有如果参加工作后 有实际问题 你再来连麦 多少还应该我 我还还行 还行 不能帮助你的 我起码能引导你去找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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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晚安 大家都这么能熬啊 还有这么多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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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